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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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是了 空气了 我现在再说 我现在再说 你还有潜心 你还没关上 Cecil 你先走 你快舔 你不再走 你俩 你不再走 不再走 这将你自己 shelves 是不再乱 要过来 我们的朋友 有点快散了 你们俩来 怎么还逃 带着尾巴 这玉红竹真是越发没用了 什么人都能到这儿来 要么 还不快去拿你的宝贝毒虫 把他的骨肉给我啃干净 放心 一会儿保证 他连骨头症都找不到 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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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想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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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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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不知道 刚才撞见的 就是金元魔大魔头敌飞生啊 我说你啊 还真是处处撞大运 刚才那乱零中全是瘴气 你是怎么进去的呀 我去找我的狗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突然爆炸了 幸好你过来 谁能想到这大魔头 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偏远之地 我听说那石洞里 全是助长内力的药物 当年东海一战 他一定是上了几重 才在那里闭关修炼 就是可惜了 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他要是没死的话 江湖必会掀起风雨 你说 既然狄飞生没有死 那李相仪一定还活着 对不对 一定还活着 对不对 你是不是被诈糊涂了呀 我就知道 他一定还活着 他一定会回来的 只是暂时被什么牵绊住了 对了 对了 那个 上次那个事 我误会你了啊 那这么说 我是药膜的嫌疑就洗白了喽 当时是我抓贴心切 对我得罪 你要我怎么陪你个不是 你尽管开口就是了 也没事 就有点饿了 这么简单 行 给你安排 等着啊 帝飞生 你竟还活着 有些事 我必要找你问个清楚 我没追上 但肯定是帝飞生 在他身边的是角力桥 我不会看错 玉红柱我也查清楚了 他原是金元盟十二封之一 当年 金元盟覆灭 他逃了出来 回了御城 如此看来 这些年金月盟云聂在角立桥 暗中操控下各处围乱 也必定是狄飞生背后指使 玉红朱断舌闭口不言 从政明朱被监察司带走 人在朝中难以逼问 狄飞生这下没了线索 倘若狄飞生真能活下来 那我们门主是不是 相仪跟狄飞生能一样吗 他若还活着有什么理由不回来 无谓的猜测最伤人了 这话日后不许再提 你 嗯 那我喜欢和狄飞生 我们下来的女人 只能还忍上去 不管你 听我们的女孩子 但是去世纪 快点 我一直拒绝 的 我都拒绝了 因为 你 感谢观看 好 我们走 这大白天就在做白日猫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感激于武林第一美女乔婉勉 你得问一下 萧子丁手里那把破军 你也别瞎猜了 更别乱说笑话 我只是好奇啊 他们未入百川越 怎么也来这个狱城呢 他们二人游历于此 毕竟是四股门的旧人吧 听说大摩托狄飞生县市 不可能不关心人 方小宝 这么快就转了 电视里的漏了线 兄弟 帮我挡一下 试试太阳给你 奇怪 明明刚刚还听到声音来着 你是 在下李莲花 李莲花 查文中莲花楼的主人就是你啊 你就是那个艺术非凡能救活死人的神医啊 神医 我头好晕 我头好晕 你快帮我瞧瞧 姑娘 李神医虽然没有想象中俊美无双 可一派清风朗月的气质 干人心动呢 我一直都特别欣赏有爵士才华的人 不过 你还没有给我看病 姑娘好 我看你脸色红润 身如红中 唐室无恙 无恙就好 大概是我追我们家婚赵外甥 跑得太急才会发愈 李神医 你见过他没有 对了 忘了介绍 我呢 是天机堂门主何晓慧的小妹 何晓凤 我那小外甥呀 姓方明多病 如蜜小宝 都没晓我几岁 性子顽劣得很 遇刺的婚说不要就不要 还得离家出走 让我这个做小医的操心 这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何姑娘 刚刚方少侠与我辞别 说是要去北上见识你的 何姑娘 你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呢 沈亿啊 这是我的专用凤凰信言 你又想救我 并肯然此信言让我找到你 后会有期啊 李神医 我再说他 我这人会找到你 你那里 有个人 我会找到你 让你再找到你 我会找到你 我会找到你 你不想救我 我才会找到你 我会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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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救我 我会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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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下同归 起来吧 倒是一处新住所 好 尊上 十年前有您坐镇 我金元盟称霸武林 无所不从 可是 自从您闭关以后 那些所谓的正派蜀辈却借机围攻 这是我等不得不放弃旧时的总坛 好在圣女睿智 带领我等寻得宝地重建了总坛 只等尊上归来 属下岂敢妄自鞠躬 这十年来的经营 都只为等着尊上出关 重掌金元盟大权 今日 总算是得偿所望 幸何如知 属下 风雷使丁云 奉上金元盟新总坛全图 属下 星月使湾日山 奉上金元盟名册 请尊上过目 原来就是你们二位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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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 我说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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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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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定会助尊上 称霸武林 精灵天下 感谢观看 期 cham 男女儿 怎么离开 前奏 总算没有败的 隋上 刚才在殿上你就来了 为何现在才出现 无言不敢打扰盟主 重登尊位的大点 别说这些虚的 我在意的是什么 你和三王十年前就知道 尊上一心指向五道巅峰 旁的尊上不入影 你是我的贴身侍卫 和炎帝白王四相亲尊 阎王取命三王 在盟中紧居我之下 他们三位现在身在何处 你帮我查清楚 你们四位与我出生入死 共建荆约盟 无论怎么样 也不能让旁人压着 属下遵命 尊上在殿上以弃欲物 击杀外刃山和丁羽 以属下之鉴 尊上的功力 已恢复到了十年前的六成 六成 看来他还真是给我留下了不少麻烦 配得上尊上空杯倒凝的 也唯有他了 我与他十年前海上一战 赢了他半招 他却死了 这世上再无对手啊 圣女给尊上的万人策上 有不少心境高手 第一位 东营浮屠三圣 第二位 御赐天龙杨云春 第三位 血域无界魔僧 这三位应该都有些本事 尊上如果想消极 属下可将他们的行踪查 李相仪之后 这世上再无对手了 观音垂类的鱼图 没错 恭喜尊上 这观音垂类 乃是百年前 菩提药王穷记一生所致的神药 当年只得三枚 这第一被剑狂得取 救活了心脉断绝三日的长子 这齐二被秋乌鸦扶下 功力大成 当了十余年的武林盟主 现在这捐步上 正是这第三枚的下午 尊上若是得了此药 功力尽负自不必说 说不定 还能突破 北风白杨的第七层 直达第八层的无上之境 观音垂类药去 只可惜功力尽负 我又能找谁占个痛快 血婆 可小心盯好尊上了 到那时 她必会迫不及待地去 去寻那灵药 是 尊上啊尊上 以后阿乔的身边 就只有你 你的身边 也只能有我 当年一别 曾言施主必查难解 仅十年光景可渡 今至于一年期 施主心结可解 不若回归 傅剑四顾门故人 与众共寻救命之法 出家人不大狂语 李施主还年轻 何必便宜了阎王爷 李施费称 你到底在哪儿 我说你这人 我躲开我小姨的功夫 一转头人就没影了 还好我聪明 知道你溜回来了 你刚刚这烧什么呢 不重要 不重要 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本事还罩着你 你逃婚离家 被斩断了裁员风餐露宿 又狼狈四串 只怕连你身边的小丫头 都被抓了回去了吧 你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难不成一直想 赖在我这个莲花楼啊 我 话不能这么说 都是互相帮忙嘛 好歹也是一起出生入死亡 都是什么交情啊 人在江湖走 都得靠朋友 我不入江湖也不交朋友 你 我说你这人 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又好说话 跟谁都没脾气似的 其实心里头啊 冷得很 谁也不愿意亲近 这样可真不好 你老是一个人 连个吃饭喝酒的朋友都没有 这得多无趣啊 收拾给你的吗 今天这山楂的味道还不错啊 今天这山楂的味道还不错啊 还行还行 下次你试试把这山楂晒干了 再放这陈皮冰糖一起熬顿试试 肯定更好吃 算你还是个实话 那当然 本少爷在京城池相克的名头 可不是白来的 怎么样 你这莲花楼 是不是就缺一个我这样呢 又能吃又能打 长得还帅的 搭档 一起闯荡家武 岂不是快哉啊 打住啊 一起破案这件事情 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 我就搞不清楚了 你真的很想进这个百川院 那是当然了 四顾门不在了 我师父也失踪了 可我对他许过的诺言可不能忘 更何况现在 迪飞生大魔都还没死呢 我也替我师父收拾他 这个做人呢 不能总活在别人的期望里 或许这个李湘怡 也未曾对你有过这么大的期许 我说你这个人 什么都好 就是爱扑人冷水 我跟你说这么多 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你 你怎么能 安神香 好好地睡吧 李湘怡根本不记住 我记得这些 也不会再回去 造人别太认真了 傻小子 也不会再回去 我记得你 车呢 李天花 你又把本事认着路边 谁不是故事坐一趟 向人人雨散 风吹越吹越狂欢 灰洒下之处天真灯 秋落落雨盘 一生羊绒一生疼 受无不得心暖 酒杯雨台纵上一月 坦坦浮沉入梵间 若是兜兜转转 不小心就断云片 聚散的是一眨眼 情花微微共战卷 只盼梦想也不相见 人世太匆忙 等不及地老天 换来日又方长 换个身陷愿望 人世太匆忙 浪里青山尽一米长 谁不是故事故事宜 谁不是故事宜一趟 人世太匆忙 人世太匆忙 等不及地老天 荒来日又方长 换个身陷愿望 人世太匆忙 浪日青山青衣蜜长 谁故事故事 走一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